底下我們就要介紹磁場中的能量,它會有能量儲藏在磁場裡。 我們看一個,磁有兩個觀點,一個觀點就是說它是儲藏在電流裡面。 這是電流,這是線圈。這個線圈我們把它接到一個電動式的兩端。 這裡有一個滑動的電阻。你這個電阻滑到這裡來,滑到這裡來。 那就是這個電壓等於0。電阻滑得越遠,那就是這一端跟這一端,當中的電阻越大。 是這樣子的。就說你滑動電阻,就可以改變它的電流的大小。電流的大小改變了,它就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好,現在我們就用這個裝置。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滑動電阻,從這裡0這個地方開始增加。 0這裡,0這裡,I等0。你越來越加大的話呢,那I就因為它的電壓越來越大了。 電流就越來越大了。電流就越來越大了。 根據我們的質感係數,它就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質感係數要是這樣子。質感係數就是它的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的方向。感應電動式的方向。 它是跟這個,跟這個磁頭增加率有關係。 我們根據法拉底底面。 YL 要等於負的 N d phi over dt N d phi over dt 那就是說,你如果這個flux增加的話呢。 YL 就是負指向。 負指向,那就是你看這個方向增加。 這個方向增加。 那麼這個是正指向。 你這個增加次長。 你這個增加次長。 負指向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D L 產生。 那現在我們再看。 這個。 就是說你現在。 產生的這個。 本來沒有電流嘛。 後來產生電流了。 後來產生電流了。 那麼你這個。 在電動式裡面去供應了一部分的能量。 這個能量供應進去做什麼用? 一部分就是。 因為電流越來越多嘛。 越來越大。 這個電阻也越來越大。 那這個電阻兩端呢。 有電流通過的話。 就會產生I平方R。 I平方R。 那I平方R就是一個交耳功率。 會消耗能量。 把電能變成熱能。 一部分變成這個。 可是還有一部分呢。 一部分就是變成它的熱功率。 還有一部分呢。 還有一部分就是變成這個的內能。 你看它這個能量。 這個是看得出來的。 消耗掉了。 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除差在它的。 就是電能轉變它的內能。 以前我們講過。 像蓄電池這一類的電動石做。 電動石做。 好。 電能轉變成內能。 那就是電能變成蓄電池裡頭的化學能。 那這個內能是什麼呢? 那這個內能是什麼呢? 這沒有化學啊。 沒有化學物質啊。 這個電能就變成儲存在YL。 就是自改而產生的這個感應電動石的裡面。 因為這個感應電動石越來越大。 就表示它這個磁場越來越大。 磁場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就是磁能了。 這一部分的能量給它的功率。 就是磁能的功率。 所以這個功率就是感應電動石的功率。 我們用絕對值。 那現在我們絕對值Y等於什麼呢? 這就是自改係數的YL。 它就是等於 以前我們寫是-LDI over DT。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要判斷。 DI如果增加的話。 那DI增加的話。 它的符號放在裡面。 就表示它是負指向。 就是表示它的方向而已。 我們現在不要方向。 我們知道方向跟這個相反了。 我們就用大小就好。 它就是LDI over DT。 那麼我們說這個power。 power就是最後變成磁能的power。 它就是磁能的功率。 磁能被T來處於磁能的功率。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等式。 DWM就等於LIDT。 兩端積分。 這個積分。 這邊I可以提出來。 L可以提出來。 因為質感係數是一個常數。 它是跟它的規格有關係。 規格固定它就固定了。 好。 那麼這個值呢。 I起初是零。 零的話就是沒有磁能。 後來I變大變大變大。 大I。 那麼磁能就變到這麼大。 磁能就這麼大。 好。這個積分。 我們就得。 WM等於2分之1Li平方。 2分之1Li平方。 那這個就是磁能。 這就表示說磁能是儲藏在電流裡面。 它有電流嘛。 有電流嘛。 磁能儲藏在電流裡面。 這個要記住。 像前面我們講的螺線管。 自感係數求過啦。 螺線環的自感係數也求過啦。 如果它N扎的電流是I的話。 那磁能就是這麼大。 自感係數成這個。 那你們回去把那個題目自己做一下 底下我們就介紹另一種觀點 磁能是儲存在磁場中 這就有一點像我們以前講的電能 電能有一種理論就是說它是儲存在電荷裡面 比如說21分之Q平方等 有一種理論就是說它是儲存在電廠裡面 電能是等於七分,二分之一,ε0 一平方乘第一套 那七分是其整個空間 那這個也一樣了 磁能出生在磁場中 我們看這個時候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看flux flux跟b長是這個關係 而b長又可以寫成向量為a 然後這個式子呢 我們用stocks theory 就變成a.dl 所以從一個封閉路徑 所圍成的面裡頭 穿過的flux是等於這個路徑上的 路徑上的相當位的線積分 封閉路徑的積分 那現在我們知道 根據質感 flux跟i層正比 跟l 就是比例乘數 我們假定說 這只有一渣好了 目前我們只要講它一渣就好 那flux又等於這個 那我們就帶能量 前面的能量 能量等二分之一li平方 那我們就把這個li l乘i 幹成這個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磁能 除了寫成這個形式之外 我們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假如你知道一個線圈 它的詞相當位 是這個詞的話 那詞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然後這個式子又可以變化 我們知道idl 就等於jdta 這以前我們講過 我們把這個idl 換成這個 那這個式子呢 這個式子呢 就可以寫成二分之一 a.jdta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一個體積 某一個體積裡面 它有相當位 又有體積 電流密度 那它的詞能 就可以用這個算 好 我們再把curlb 等於μ0j 這是法拉第定律 帶到這個裡頭去 j 就等於μ0分之 curlb 所以詞能又可以寫成這樣子 知道a,知道b 也可以求詞能 再來我們看另外的 a x b divergent 根據向量 橫等式 這個橫等式 這個橫等式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好 那這個curl a 又等於b長 所以這項可以寫成b dot b 這個還是保留原來的狀態 好 那現在 現在 現在 我們呢 就把這個 你看這裡有一項這個 這個 wm 對於2μ0分之 a 倒是這個 m 倒是這個 那我們就可以把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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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式子 寫成 這個式子 這個b dot b 就是b 就是b平方 d top d top d top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就是divergent a x b 這個 就說你這個式子 就是a 就是這一項 不是 不是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就變成這兩項 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還是2μ0分之 這個d top 那它就變成b平方 d top 然後這個 乘三 d top 那現在我們再把這個式子 用divergent theory 把體積分 變成面積分 這個保留 這個就變成面積分 這個就變成面積分 面積分 所以 磁呢 可以變成這樣子 那再來呢 我們就說假定 我們把這個體積擴大 體積變成無限大 那這個s就是包在這個體積外的表面 你這個變成無限大 那這個表面不就是在無窮遠的地方嗎 對不對 表面在無窮遠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a跟b 就是0了 因為這個就是由current density產生的 你current density一定是有限的 有限值在無限遠的地方 表面的地方 產生的這個值一定趨於0 所以因此呢 在表面上這兩個趨於0 那這個就趨於0了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當作0了 於是這一項就變成這個 只有這一項 不過你也把套 把它寫成無限大 就表示說現在的空間呢 是包括所有的空間 所有的空間 那這個就是磁能 是出生在磁場裡面 磁能儲存在磁場裡面 所以你把這個問題的磁場 求出來 你就可以求出這個系統 它的磁能是多少 好那現在我們講到磁能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磁能等於1Li平方 它要用質感係數來算 一個就是磁能用這個來算 用磁場來算 好那麼你如果磁能要用L來算的話 質感係數 質感係數 它是等於這個 就是線圈本身的flux 是跟本身的電流成正比的 這就是成正比 這就是比例常數 這就是磁通了 用這個算我們就說 有時候這個N很難算出來 N不是說你有多少磁就多少磁 那flux繞著它多少磁 就是說很難算 因為這個很難算 所以有時候有的問題L就很難算 那L很難算呢 你要用L來算磁能就不好算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算磁能就不要經過這個 用這個來算 用這個算出來 磁能算出來 我們有個好處 就可以用磁能的這個公式 因為這個可以用這個算 它就可以算這個系統的質感係數 你把2乘到這裡來 那這個就是用磁能來計算質感係數 這個是我們講的磁能 兩種形態 一個是你記得磁能 出生在電流裡面 一個是磁能 出生在磁場裡面 我們再看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是說 有一個無線長的同軸電纜線 內導體它是一個實心的 半徑為A的圓柱體 外導體呢 它是空心的 就是圓柱殼 這個圓柱殼 這個圓柱殼內半徑是B 外半徑是C 電流I 電流是I 從內導體往Z方向流動 我們假設這個是Z的方向 然後這個電流 從外導體回流回來 我們假設這個電流在導體的界面 都是均勻的分布 現在要問 這個系統 單位長度的質感係數是多少 單位長度的質感係數 要求這個質感係數 我們當然可以用N5 over I來算 但是這個N5 over I都把這個N很難確定 這個N很難確定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電流 對不對 那它Flex 是這個樣子的 那你說這個Flex把這個 繞住多少扎 這個很難確定 所以 我們就不好用 磁能等於二分之一L I平方來做 那我們就要用這個來做 這個L做不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說 我磁能 我可以用它的磁場來做 磁場 由磁場算出磁能以後 我再用磁能來算它的質感係數 好 質感係數 L 用這個 2W over I平方 是A4 磁能呢 我們現在用這個式子算 2μ0分之B平方Dta 7分之其所有的空間 好 我們現在 你要用這個來算磁能 你要算B場是多少 取低套是多少 取低套是多少 你才能算 好 我們用安培定位 取磁場 因為現在的電流 它都是均勻分布 就是一種的圓柱對稱 可是這個B場 目前這個題目裡頭的B場 有很多種 這個地方的B場 跟這個地方的B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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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外面這個地方的B場 都不一樣 它所有空間 你所有空間的磁場都要求出來 所以我們就 一個一個區域來算 一個一個區域來算 好 我們現在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比如說 不管你是發生在哪一區 你總要做一個封閉路徑 對不對 這封閉路徑積分呢 因為它這個 電流 都是圓柱對稱 因此磁場都是 常數 大小都一致 那麼 電流是這樣 那磁場就是這個方向 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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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呢 可以 封閉 就出來 比如說 我們可以在這裡頭 做一個封閉路徑 封閉路徑 就是 這個R是封閉路徑 沒有問題 R 比如說 我們取的就是R 這個中心點 到這個距離是R 區 這麼樣的一個封閉路徑 封閉路徑 這封閉路徑上的磁場 都一樣大 這個地方是一樣大 當你這個半徑變了就是 它的大小也變了 我們現在就分開來看 在第一區 就是雷 小於A大於0 就是在這個導體裡頭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左邊肚定是B 乘三 二拍R 因為 我剛剛說它是 緣柱狀的對稱 B長是一個常數 那麼在裡頭的話呢 你取的半徑R就是 這個範圍裡頭 所以左邊就是這個字 它不同的是右邊 右邊是 μ0 I am close 你看你在這個裡頭 取一個 半徑為R R比A小 R比A小 那從這個地方 穿過的電容有多少呢 穿過電容是這個 這個電容 一部分 它的一部分 那就是 全部的R 被PiA平方來處 就是單位面積有多少電容 這就是電容密度 你這裏做一個R的一個圓 就是PiR平方 就是它的面積 乘三這個面積 就是從R這個封閉路鏡裡頭 圓層的面積過的電流 這個 你把它 化解一下 我們就可以 這個就是等於 μ0 I r平方 over A平方 你這個R跟這個R約掉 Pi跟這個Pi約到2重過來 那B長就是CG 它的方向 Fy的方向 这是第一区 那我们就一区一区来算 这区你要算它的detail detail就是取好像这么样的一个 这是r厚度是dr 所以它的面积 它是2πr乘上r 2πr乘dr 就是这个面再乘上它的长度dl 你把这个画在这个里头 你把d套带到这里头来 第一区的磁能 我们就得出来2m0分之1 b平方再乘上这个 这个区域它的r就是从0到a而已 那你就把它化解一下 乘数提出来 这个是r3次方比r7分 那它就是4分之a3次方 4分之a4次方 a4次方比r7分之1 这是磁门 这一区的磁门 那么我们再算 区域2 区域2就是这个跟这个之间 那还是一样 左边还是这个字 右边呢 你看 μ0 i enclosed 你看 你这里画一个风力路径 全部的这个电流i 都从这里过 所以它的ienclosed 就是μ0i 就是i 所以b场 就等于这个字 那我们就可以 dtau还是取这样子 dtau跟b场 带到 持场里头去 持能里头去 这是持场 这是dtau 常数向提出来 这个几分 就是等于logger b over a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要小心这个b场 一个平方 常常会漏掉 区域3 就是这个区 在这个外面的圆柱壳 刀底圆柱壳里面 就是在虚 我们这个路径 就是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 左边 还是这个字 安倍定流 右边μ0 ienclosed 你看 从这个地方 转过来的电流 转出来的 就是往z方向的 全部的i 然后这个 但是并没有全部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区域的电流密度算出来 这个区域的电流密度算出来 这个区域的电流密度就是i 然后 然后再称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是π r平方 减掉π b平方 最用复的 因为这个电流密度 这一部分 跟i的方向相反 所以把这个整理一下以后 我们就发现b厂 它是这个方向 大小是这个字 大小是这个字 你们回去自己算一下 好 然后我们 第一套 还是取这个样子 就带到这个磁能里头来 2μ0 b平方 第一套 这个积分 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这里有r 自己去算一算 比较麻烦 算出来是这个字 它第二 r是从b到c 从b到c 这是区域3 区域4 这个外面 外面的话 b厂是0 因为 因为 电流 左边 就是安培定律左边 还是b乘r2 那右边 μ0 in close in close in close 是0 因为 因为 你在这里画一个封闭路径 有多少电源流出来 就有多少电源流进去 所以这部分的电磁能是0 所以 长度于L一段 我们现在去取 L这么一段的电缆线 除长的总磁能 就是 WM1 第一区的 加第二区的尺能 加第三区的尺能 加第四区的尺能 就是把我们刚刚求过的 全部加起来 我们先不要带 我们先不要带 然后呢 再把这个尺能 带到这里来 求这么长一段的质感系数 质感系数 是这样 然后你再把这个 单位长度的质感系数就是L 大L被小L来除 那就等于这个 被L1 被L来除 那它就是等于 你把看看那个W1带进来是这个 WM2带进来是这个 WM3带进来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例题 那么 各位 现在 你就可以把前面的 比如说 螺线管的磁能 跟螺线环的磁能 也用这个 这个磁能是除它在电 除它在磁场里面 这个概念来求一下 来求一求 OK 所以 磁能除它在电流里面 跟磁能除它在磁场里面 前面这个 例题都可以用这个 来自己做做看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做出一部分 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介绍 就是说 这两个线圈 好几个线圈摆在一起 我们不要讲太多 就两个 一个线圈上的电流 产生了磁场 会练住其他的线圈 所以你这个电流改变 别的这个线圈上的 就会产生感应的电动式等等 大家都互相可以感应 所以这个叫做 偶合就是说 我这个线圈 跟你那个线圈 不是没有关系 看起来好像没关系 但事实上它会有一种感应存在 就是说 变动一个 你另外一个 你要更多变动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假设有一个单渣的线圈 A 单渣 它的电流在线圈本身 产生的磁场 是这个 电流本身 就是Flex A A 这是它自己的磁场 并且在临近另一个单渣线圈B 产生了磁场 就是说 A线圈的电流 或者磁场 在B线圈产生的Flex 就是Flex 以A 这就是它的磁场 那我们说 这个是A线圈 自己的电流 跟自己的磁场的关系 然后这个是A线圈的电流 跟B线圈的磁场的关系 那这两个一定有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说 这个 跟这个 它产生比 就是说你A线圈的自己的电流 在自己的线圈上产生的Flex 跟通过一定远 一定距离的一个B线圈的磁通 会有这个关系 这个也跟这个成长点 那这个就是它的比例场数 K B A线圈的自感系数是这个 A线圈自己的磁场 被自己的电流来处 如果AB两个互相感应的话 这系有一个单人谈谈系数 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A线圈的电流在B线圈上面 产生的磁动 跟A线圈的电流有关 而这个值呢 跟AA有这个关系 Flex AA有这个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那我们知道 5AA over IA 是等于LA 那这个换成LA 所以MBA 跟LA 互感系数 跟A线圈的自感系数之间 有这样的关系 这个就是它的比例场数 这个就是它的比例场数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 MAB 是等于KAB 乘上LB 那现在我们 因为MAB 就等于MBA 这个我们 用立体 证明过了 所以 所以 这两个大小是相当 大小相当 大小相当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 乘上这个 这开平方就是M 那就是这两个值 这个乘上这个 KBA 跟KAB 整起来 开根号 然后LA LB 开根号 那么这里 有一个 我们加一个正负 我们把这个值 叫做K K K 就等于这个 K 就是那个 K就成为两个线圈的 偶合系数 两个线圈 它的偶合系数 它的值 介于正一 跟负一之间 如果两个线圈重叠 所以 那K的绝对值 就是一 两个线圈重叠 那就是 经过 这个线圈 参生到Flux 完全经过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Flux 也完全经过这个 那就没有哪一个 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小 所以它的绝对值 就是一 那么 它这个符号 就是跟这个M相同 M就是它的护感系数 如果线圈是任意形状 多扎 那 我们将持通 换成持通链 持通换成持通链 持通换成持通链 本来是持通了 我们都乘上它的 持持通链 前面这个 我们就可以 Flux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Lamna KBA 就等于Lamna BA OverLamna AA 那反过来 Mab 就是等于KAB Lamna BB 就等于这个 这个组 现在我们要求 这个同轴螺线管 这个肠位L 有N1扎 更套在它外面的一个L2长 有N2扎的螺线管 套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系统的偶合系数是什么 首先我们就看 它的护感系数 护感系数 我们用1 线圈1 在第二个线圈产生的Flux 跟I1有关 然后它全部都把N2扎都练住了 因为它比较短 全部都把它练住了 那 我们再把 再把这个 521 这个 写成 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什么 521 就是第一个线圈它的 磁场 第一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就是μ0 N1 I1 这里有个L1 N1 over L1 乘了I1 I1就是这个阅调了 那当然还要乘一个 界面积A OK 所以μ0 这个值就是这个值 这是护感系数 因为521 因为521 等于这个 好 质感系数 L1 我们前面讲过 L1是这个 L2是这个 那它就是说 L1等于什么 等于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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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它的 磁场 磁场就是μ0 N1 over L1 乘上I1 I1 那么 再乘上这个 这是它的 界面积π2平方 这个就是等于 它还要被一个I1来除 因为它是质感系数 它是5被I1来除 所以I1和I1 约掉 所以它N1 就有两个N1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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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这个 就是N1 乘上Flex Flex就是B B上里面有个N文 所以这个N文有两个 那这个B上里面的I跟这个I 分母本来有个I 约掉就是这个 L2也是这样子 这里我们都是 妈妈不乎把它的 两边的边乱效应不济 然后把这个结果 带入 偶合习数 偶合习数 偶合习数是 K等于M over L1 L2 还很好 那这个 你把这个相成 再开平方 再开平方 K 在分母 这个是分子 N1 N2 约掉 最后就变成这个 这个系统 它的偶合习数 是这个系统 如果N1跟N2是相当 那么就是1了 如果N1跟N2是相当